自治通鉴 上一讲留下了一个问题 公孙央强力推行新政 十年时间让秦国大致 当初那些说心法坏话的人 有特意来首都唱颂歌的 那么史邦中宋的中宋部分 算不算一个美好的结局 执政者从此就可以享受来自民众的掌声了吗 这种事情只能说 因人而异 资产可以有 但公孙央不能有 这一讲呢 我来重点说一说 司马光对公孙央的评价 你会发现啊 虽然这么不喜欢变法 但司马光对公孙央竟然给出了好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公孙央变法十年 好容易等来了舆论的扭转 但他表现出了很冷峻的一面 认为这些唱颂歌的人 都是干扰法器的人 怎么处理这些人呢 简单 把他们全部放逐到边境地带 从此以后 秦国人再也不敢点评法律的好坏了 公孙央立头很明确 要的呢 就是另行禁止 作为秦国人 政府颁布什么法令 你呢 就得遵守什么法令 任何人都只有遵纪守法的义务 而没有点评法律的资格 无论觉得法律 是善法 还是恶法 都无所谓 唯一该做的 就是低头遵守 在资质通鉴给周贤王十年安排的内容里 公孙央的变法是绝对的重头戏 除此之外呢 就只有一句交代韩国的事情 韩义侯过世 儿子韩昭侯继位 这件事呢 我们先不用管 接下来可以好好看看 新的一段陈光约 司马光要对公孙央做出评价了 我们很容易想到司马光 不会给公孙央任何好脸色的 一定会拿出好多厉害的排比剧批判他 让后人千万千万引以为戒 但是司马光作为一个忠厚长者 偏偏从公孙央身上找出了一个优点来夸 这个优点呢 用一个字来说 九十性 在司马光看来 执政者必须讲诚信 还得是大信 最高程度的诚信 因为只有讲诚信 才能管得住老百姓 而只有管得住老百姓 才能保得住国家 这个道理对于任何规模的统治者来说 都很适用 好 看看古老的榜样吧 善于治家的人 不会欺骗亲人 善于治理一个邦国的人 不会欺骗国内的老百姓 霸主 不会欺骗邻国 王者 不会欺骗天下任何人 这番话 可谓话里有话 因为司马光时代的宋朝政府 没少做过背信弃义的事 对国内呢 骗过自己的老百姓 对国外骗过不那么友好的邻邦 其实很多时候 倒也不是存心欺骗 而是统治集团里面 各有各的意见 张三 刚刚做出了承诺 真心的 没想到呢 李四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这张三的承诺 也就没法做数了 当时的政治风气 有点太开明 在开明专制的局面里呢 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皇帝 真的是前纲独断 反而不至于 一会儿一个主意 又或者是成熟的共和制 民主制 意见呢 虽然分杂 但一切都有规范流程之约 四马光含蓄地批判着背信 起义的作风 说信任啊 都是相互的 一个潜伏着信任危机的社会 存续不了多久 靠着背信起义 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利益 但这点利益啊 并不能够弥补 离心离德所带来的损失 四马光列举了四则掌控 一是齐桓公对曹末的守信 二呢 是晋文公对猿人的守信 三呢 是魏文侯对愚人守信 四就是秦孝公和公孙央的 喜慕利器 这四件事里面 魏文侯的掌控 咱们前面已经讲过 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情 稍后再谈 先看司马光最后的总结 司马光说 以上四位君主 都不属于横走正道的人 公孙央更以刻薄著称 公孙央所处的时代 又是战国乱世 天下人纷纷背弃道德 又是尔虞我诈 又是你争我强 但即便这样 人家公孙央依然以 守信的风格治理国民 可见太平时代的天子 更不应该丢掉信用 前面讲过司马光 尤其看重信用 尤其是站在朝廷大臣的立场 呼吁皇帝重视国家信用 儒家和法家一样重视信用 只不过呢 利益不同 儒家把信用当成立国之本 法家呢 把信用当成全谋手段 我们从经济学知识来看 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成本问题 不妨想象两种极端情况 在一个信用值满分的社会里 交易成本一定锐减 哪怕只是上菜市场爱卖菜 这个卖家呢 不会漫天要价 只买家不会坐地还钱 连货比三家的必要都没有 实在是太上心了 而在一个信用值为零的社会里 马上我们就会发现 这样的社会存在不住 因为交易成本可以高到远超全社会财富总额的程度 连买菜都担心 一旦买家先付了钱 卖家会不会不认账 而反过来 一旦卖家先给了菜 买家会不会拔腿就跑 于是买卖双方呢 都会请人协助监督 但这些负责监督的人 可不可靠呢 不放心 必须把他们的孩子抓起来 当人质才行 新问题又来了 看守人质的人 可不可靠呢 你看各种制约机制啊 因此叠床驾屋 人类甚至因此会没法再过军居生活 我们的真实处境 永远在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定 孔子有过无信不利的命题 把信用派在粮食储备和军需储备之前 这个道理到了今天不但依然成立 而且必要性比孔子的时代更高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人类今天花到的钱并不是真金白银 无论是纸金也好 银行卡里的余额也好 都是信用值 这个信用值是政府的信用值 一旦政府不讲信用了 所有人的存款余额都可以瞬间清零 政府普遍都有增发货币 制造通货膨胀的冲动 因为这是来钱最快 最方便 也最不容易遇到阻力的办法 适度的增发纸币 纸币贬值的损失 无声无息的平摊到每个人的头上 大家呢 往往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已经习惯了新的物价 但如果政府把这招用上引了 那就彻底失信于民了 我们可以看看金巴布韦 曾经纸币的面额可以高达一百万亿 比我们常见的民币的面额都高 纸币还不如废纸值钱 结果呢 人口大量外流 这就是信用体制的垮牌导致了国家崩盘 金巴布韦政府 当然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 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州时代 就已经有过超发货币的案例了 当时虽然还没有纸币 但是天子很聪明 筑大钱 把钱币的个头加大了 但面值加的更大 筑大钱从此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常见伎俩 隔三差五就会现身 紫马光的时代也不例外 而且宋朝很有现代感 经济文化科技都很发达 连纸币都出现了 我们初中的历史课本里面讲过了 宋朝发明的胶子是最早的纸币 严格来说是有价证券 但是在胶子之外 还有好几种纸币 或者严格来说是纸质票据 可以当钱用 宋神宗就搞过纸币增发 当时虽然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过了些年之后呢 负面影响就拍扇刀牌而来了 轮到宋哲宗来吞这个苦苦 宋神宗当然也冤 因为从前宋仁宗就搞过大规模的增发 完全不管有多少对应的储备金 结果那时候欠的债 到了宋神宗的时代 还是没有能力兑欠 信用问题 既然关乎国本 那该怎么保持信用呢 儒家经常把信用问题当成道德问题 道德问题自然该用道德手段来解决 换成经济学的思路 这不是道德问题 而是成本问题 要用成本思路解决 而在博弈论的思路里 这是一个博弈关系的问题 该做的是把信用问题的相关人 调整到相应的博弈关系里面去 博弈论的思路其实非常朴素 好比同样的小餐馆 开在旅游景点的通常至次价格 这不是因为店家缺德 而是因为每一单生意 都是一锤子满满 能多坑就别少坑 以前就算有过心思手软的店家 也早在残酷的竞争里被淘汰了 只有够黑够狠的店家 才能存活下来 居民小区的店家呢 刚好相反 做的全是回头客的生意 必须物美价廉服务好 以前就算也有过黑心的店家 但一定在残酷的竞争里被淘汰了 在博弈关系上 前者属于单次博弈 无论做多少单的生意 每一单都是独立的和其他单的毫不相关 后者属于重复博弈 和同样一批人反复打交道 坑了别人一次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这样一看建立信用就很简单了 只要把单次博弈变成重复博弈就可以了 今天旅游经典的商店 已经比十几二十年前的商店好多了 这是因为智能手机普及了 网络评价体系出现了 被坑过的顾客可以给店家差评 潜在顾客很轻松的就能看到各种好评和差评 这样一个古人眼里的道德问题 在今天呢 被科技手段无性插流的解决掉了 社会越发达 规模越大 分工越复杂 信用就越重要 宋朝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朝代了 高度依赖信用 但也正是因为信用在宋朝官舍的利益特别巨大 就导致了践踏信用 可以带来很可观的短期利益 可以轻易地化解燃眉之急 即便明眼人看出了重复博弈的意义 但还有一个难题不容易克服 那就是博弈双方的实力不对等 每次朝廷耍了流氓 来自民间的报复 要么不容易成行 要么来得太慢 要么可以被镇压住 镇压虽然也花成本 但那毕竟是以后才会发生的 就像接钱要付利息一样 先把眼前的难关糊弄过去再说 所以一个朝代的结束 未必就是一两个昏君的错 而是击中难返的结果 再怎么不对等的博弈关系 只要强势了一方 平凡事情就难免会有自食其果的一天 而且报复来的会很致命 你呢是怎么理解信用的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关于对公孙杨的评价 这一讲呢 我想带你看一个和陈光约不同的意见 这个意见的出处同样值得一谈 因为它涉及了一种重要问题的由来 所以在进入正题之前 让我们先看一个和主题无关的小问题 三国演义为什么叫演义 当然还有很多演义 诸如风神演义 隋唐演义 但三国演义名气最大 所以我们就只谈三国演义好了 叔叔先生开讲三国的故事 这在宋朝就已经很流行了 而相关的文本在宋朝还不叫演义 而叫平化 鲁迅在日本见过元朝印刷的一部 全向三国制平化 平化加上全向 有点像今天的绘本 每页分成上下两栏 上栏是画 下栏是相关的文字 罗冠中的三国演义 鲁迅那时候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 是明朝洪志年间的版本 书名不叫三国演义 而叫三国制演义 作者署名的位置写的是 进平阳侯 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冠中编辞 照这么看 罗冠中应该是姓罗 明本自冠中 重要的是 罗冠中没说这书是自己写的 而是把著作权归给了三国制的作者 陈寿 自己只有改编权 我们所谓的三国演义 在这个明朝版本里 其实意味着它是一部 由陈寿创作罗冠中编辑整理的 对三国制所作的演义 演义是怎么回事呢 鲁迅的说法是 全书主体部分是把陈寿的三国制和裴松之 为三国制作的注释编排整理 夹杂一些平化 又加上一些推演 还引用了很多所谓史观和后人的诗 当初我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忽然想到 儒家的演义不就是这种写法吗 儒家所谓演义用的是敷演的演 它和表演的演 在演身发挥这个意向上完全可以通用 所以三国演义的演义 和各种民间文学里的演义 有可能都是从儒家的演义题材发展来的 儒家的演义题材 创始人是南宋学者甄德秀 开创性的著作就是他的代表作 大学演义 大学演义顾名思义 就是对儒家四书的第一部 大学做出了很丰富的解说 编排和发挥 儒家最高级别的经典 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定 大学原本并不算单独的一部经典 它和中庸一样 只是礼器当中的一章而已 很简短 后来朱熹把大学特别标榜出来 当成儒学的纲领 读书人入门的第一本书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 格武至枝 修其至平 这些刚领性的概念 都是从大学来的 在朱熹的认识里 大学提纲窃领 高度凝炼 读书人在入门的时候 虽然要靠大学 搭好学问的框架 但只有框架 当然远远不够 接下来还要用很多书 去充实填补这个框架 贞德秀的大学演义 就是从很多书里 截取很多内容 给大学的框架填缝 填充进来的内容 远远比框架本身的内容多 所以别看大学篇幅那么短 印成单行本都嫌太薄 但大学演义旁征博引 长达43卷 这么理解吧 大学演义相对于大学 其实有点像雄艺 读透自制通鉴相对于自制通鉴 我这门课 如果放进古代的儒学体系来看 差不多也属于演义题 如果你觉得 贞德秀把大学演义 搞出43卷 过于小题大作了 那你还可以看看 明朝学者邱骏的大学演义部 顾名思义 给大学演义做补充 篇幅足足160卷 演义题有一个好处 就是很有务实精神 如果我们只读大学 通篇都是大道理 联系不上实际 演义 一来可以帮你深化理解那些大道理 二来会拿很多历史实例 帮你做一次次的案例复盘 这个就像学数学 大学相当于一张纸上 写了几个公式和定理 大学演义 相当于一本厚厚的立体讲解 在儒家四书里边 中庸的情况和大学类似 原本也只是礼记当中的一张 篇幅很短 都是提纲切领的大道理 所以我们不难想见 当贞德秀用一部大学演义 开创演义题之后 中庸演义一定会应运而生 果然明朝学者夏良盛 做成了这件事 在被嘉靖皇帝 贬到辽东的日子里 他写成了中庸演义 中庸有一段话 分析成的意义 成信的成 等中庸演义讲到这部分的时候 已经是第十三卷了 夏良盛 先是援引周易 关于诚信问题的补谣词 再援引成疑的解释 再加上自己的评论 评论内容比较长 然后又援引大学 诗经理的相关内容 又是朱熹如何说 自己如何说 孟子和周敦仪如何说 自己又如何说 各种历史掌顾如何如何 柳宗元 司马光如何说 自己又如何说 反此种种 我们还是飞速翻过好多页吧 然后忽然就会遇到 一段熟悉的内容 上一讲谈到的 《陈光约》里面 司马光列举了 诚信的思维榜样 司马光只是一语带过 夏良盛 却把每个人的相关事迹 都讲了一遍 这让人越看越奇怪 怎么连讲述的顺序 都和陈光约一样呢 我们马上就会解惑 因为夏良盛 接下来摘引的内容 正是那一段 《陈光约》的全文 这就是演艺体的写法 陈光约刚刚引述完毕 夏良盛又摘引了 吴仰新的一段话 看法和司马光完全不同 说秦朝之所以灭亡 根源大概就在 公孙杨这里 公孙杨把称赞新法的人 全给罚配了 时隔几代人 吕不韦做总理的时候 招揽门客编写吕氏春秋 把书稿公布在咸阳城门 说只要有人 能把书稿增减一个字 就给千金重赏 今天看这部吕氏春秋 哪就那么完美无缺呢 想来秦国人 在公孙杨的鸡威之下 就算想提意见 终于也不敢提 到了秦二世的时候 赵高指路为马 明明路和马的差异 一目了然 但那么多大臣 都不敢发表意见 可见公孙杨的影响力 有多么甚远 这样说来 公孙杨之所以要 惩处那些 给新法唱赞歌的人 用意就和喜慕立信一样 为了树立政府的信用 这种信用的内涵是 朝廷是高占援主的 在下一盘大气 你们这些 蜀目寸光的小民 只要闭着眼睛 照着朝廷的安排去做 自然会有好处 你们当下的不满 将来总会变得满意 总而言之 一个诸葛亮 能顶无数个臭皮奖 这就和孔子的 无信不利不同了 朝廷要塑造的是 民众无怨无悔的盲从 盲从其实是一种 天赋的能力 是我们的生存优势 可以想象 在一个原始部落里 部落成员对首领的 盲从度越高 生存优势也就越大 但问题在于 当社会规模 从一个几十人的部落 扩展到几十万人的国家之后 决策很难照顾到 每一个个体的权益 让素不相识的 一群人做出牺牲 也很难再让决策者 产生多少情感压力 最要命的是 万一某个重要的决策 发生失误 所有人的盲从 就会把整个国家 推进深渊 这就是历代君主集权 总要面对的难题 一方面 意见越少 效率越高 而只有高效 才能应对竞争的高压 另一方面 意见越少 纠错能力 也就越弱 一旦失误 往往就会 万劫不复 所以 在历史上的各种正体里 走向穷兵独武的军国主义 可以作为应急手段 而很难作为 长久过策 无仰心的意见 已经点传了这层道理 这倒不是他的独见 很多人早有探讨 逆取顺手的道理 事实上 秦国在吕不韦担任总理的时候 就已经在努力着手 弱化秦国的 穷兵独武的调情了 但毕竟击中难返 这是后话 我们将来再谈 下一讲 我们翻回头 说说司马光 《陈光约》里 当作楷模的 齐桓公和晋文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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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兵独的